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货博店9168-0638 9168-0638 泰国是个佛教国家 佛教是泰国的国教 泰国的文化艺术、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各方面 都受到佛教深刻的影响 在风俗方面 无论是不是佛教徒 泰国人民见面都以僧力间的核实力 致义致敬 泰国以佛力计算年份 举凡国家大典 军事出征 新法令颁布 国王加冕 官员晋升 以及个人的婚丧喜庆 都要邀请僧侣光临 主持佛教仪式 如灾僧 念僧 诵经 行善 放生 佛力等 泰国不少节日都来自佛教节日 而在文化艺术方面 自宿可泰王朝以来 泰国的古典文学 基本上是由佛教文学 和宫廷文学这两个部分组成的 可见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和佛教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定位了 位于泰国西北的佛通府 从曼谷出发大概要两个小时 在泰国最有名的古曼童庙宇 可说是非三眼寺莫属了 三眼寺的住持龙破眼 现已100岁了 而在三眼寺的庙内 有着人称古曼童之父的龙破爹金生 即世界最大的古曼童 供大家参拜 古曼童 华人也称金童子 据供养古曼童的朋友们说 供养古曼童只要照规矩来 通常运气也会比之前平顺 当然生活会更加顺遂 不过发生好事了 千万别忘记感谢古曼童 替他买件新衣服 小玩具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的游发呢 跟我们的阿明小弟来到这个地方 那其实这个地方呢 其实游发来过一次咯 那是在去年的时候 那其实这个地方呢 当时来的时候呢 我还是觉得有点 有点害怕害怕的感觉 有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吧 有点阴阴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庙呢 庙名叫什么呀 这间庙叫做瓦三岸 然后它是在 那库巴桶的那个地方 哦是 它说的是那个 那库巴桶 是靠近这个曼谷不远的地方 开车大概好像两两小时就到了嘛 对大概两个小时 对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呢 主要就是因为 很多人呢 都对这个所谓的这个 应该叫灵鹰 还是古曼童 我们说中文叫古曼童啦 对叫做古曼童 太语他们叫古曼童 那么其实古曼童呢 其实我们所了解的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说古曼童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它是不是很恐怖的 而且很多问题要问你啊 首先就是这个古曼童 哎呀太多东西要讲了 对古曼真的很多解说 在还没讲古曼之前呢 我想让你先说一下 这间庙究竟几年了 为什么大家都会来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的和尚究竟 它主要是年龄有多大的 他们做的是些怎么样的法事 OK 其实这一间庙 它最出名的就是古曼童嘛 然后现今的这个注词 它叫做龙婆燕 其实它今年已经100岁了 就是百岁高升 100岁 对 所以你说百岁高升了 它应该是得到很高的一个生命 对就是那种 已经是全国公认 做古曼最出名的百岁高升 哦 所以呢 这个地方既然说是这位高升 做古曼最出名的地方 那应该就是说 这个庙里面都是有很多人来 这边寻找古曼 那有缘人就会把它带回家去 对 而且这间庙 已经大概有百多年的历史了 都是以古曼为主 真的 那其实古曼有没有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 比方好像是说请古曼 说实话还真的有很多疑惑 首先古曼是属鹰 还是属于怎样的一种呢 其实古曼就是大多数 一般普通人就是会可能因为它的材料或误解 说它其实就是那些鹰牌或者是鬼仔 但其实这间庙的这个古曼全部都是正的 它是由正能量 就是由高升送经 开光注尺之后 所以它们全部都是正的 所以大家不必担心 其实我去年来的时候呢 泰国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 它说这边是属于那种古曼陪 对 古曼陪 就是好像天使般的 天童 古曼天童 不是我们大家说想象的好像阴的 就可能就是说什么 好像是那些 人胎鬼仔啊 人家会觉得很害怕 很阴的那些 但是你有没有见过古曼呢 如果没有见过的话呢 来游发给你看我手上的这一尊 其实如果说你问游发的话呢 我会很喜欢像这样的古曼 为什么 首先 我跟阿明讲过 我跟阿明说 游发会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有一些 艺术气息的一些塑造 还有我喜欢的一些是有那种 艺术气息的一些造型的一些佛像啊 或者是古曼 那其实去年的时候呢 游发也想请一尊古曼回家 但是因为我怕家里人会害怕 可能就是不了解物件 对 有些人不了解会害怕 所以我因此我很想找一尊 就是看起来是比较高雅一点 就是有艺术的 有艺术气息一点的一些古曼 但是不容易找哦 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 当然我们的阿明会跟我们仔细地 在下来的节目会仔细地说说这个古曼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一尊古曼 是以这个黄铜所制成的 那么首先看到这一尊的时候 可能阿明可以解说一下 这一尊的古曼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 然后它的这个古曼跟现在有什么不同呢 这一尊的古曼其实就是这一间庙的 他们就有做古曼有不同的材料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以黄铜为主 然后是这间庙的第一期黄铜古曼 所以历史已久 第一代那有没有上百年啊 没有上百年 因为这个师傅他之前都是以那些 图啊 图来自古曼 这个铜是第一期 就是你说的就是有 其实有所谓瓷器的 对就是有瓷器的 有没有布的那种 布的没有 就是有瓷器的 传统的做法都是瓷器还有铜 所以这个铜是属于第一代的 对 那你大概能够知道这个有多长的历史了吗 这个大概是有 应该是十三年 十二年的历史 好 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想对古曼有多一层的了解的话呢 谢谢我们的阿民先给我们的介绍 那么在下来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慢慢的给您细说到来 这个古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古曼的种类又有多少样 那古曼在起源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的东西 我们需要怎么样去供养这个古曼 还有怎么样对待这个古曼 好多的问题 好多的疑问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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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慢慢的再问我们的阿民了 所以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慢慢的给大家介绍 那当然要谢谢我们的阿民 给我们传达的这个简单的讯息 好 谢谢发哥 古曼童都有最基本的防小人 招桃花 吻姻缘 招财 运势 等等的能力 但是就像一般孩子一样 每个人都有较为擅长的地方 所以 这些孩子的专场 就得让各位供养的爸爸妈妈自行发掘了 供养古曼童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多做善事 不可作恶 古曼童都是为了增加福报 求得一个安身之所 一份香火的孩子 你做的所有好事得到的福报 古曼童也都会分得 捐钱给需要的人 佛寺 妙语 为需要帮助的人出一份力 这些不但能为自己 及古曼童累积福报 应得 还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何乐而不为呢 相反的 你做的坏事 报应也势必会降临 所以 请抱有正确的心态 千万不要请古曼童回去做坏事 Mr.OK TV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辛隆带大家来到牛车水的心态embrot 由老板阿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来 大家好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所去过的 那个龙婆烟的那个寺庙 所拿回来的那个古曼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那个龙婆烟 也就是那个古曼之父 然后这些呢就是之前我们全部在那边 让师父加持过之后 然后再把他带回来到本殿 然后让大家供奉的 哇 你从泰国那边 跋山涉水的哪过来新加坡 为了就是让大家方便不用去到泰国 在新加坡也买得到 对 这些全部都是之前都在那个庙那边拿的 然后之前都是 全部都让师父加持过 然后再把他带来新加坡 我听说明界有个传说就是 供奉古曼童的主人 会在半夜里面听到孩子的声音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其实这些都只是传说 其实就是因人而异 然后古曼呢 其实供奉古曼的人 其实他们会对小孩子比较亲切 然后他们也会比较说比较敏感 不过古曼通常他都会保护他自己的父母 也就是那个供奉他的人 他就把那个供奉他的人认定是他的父母 是他的主人 然后除了平时在日常生活会有改善的话 然后其实还有帮助一些事业啊 招财啊这方面之类的 古曼童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比方说求财啊求爱情啊求事业 哪一类型的人比较适合来供奉 其实什么人都能供奉古曼 每个人就是说每个人他们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佩戴古曼童 因为古曼童其实他毕竟不是属于那种鹦鹉 也不是属于邪的 就很像之前我们去那个庙 然后跟那个主持做了个访问 然后他也向大家解释说 古曼童其实要是你把他供奉的不好 他最多就是 你在日常生活上没有看到什么帮助 然后他也会回到那个庙里 寻找制造他的那个师傅 而不会在供奉者的家里闹事啊 或者啊制造一些日常生活的问题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对 因为我有听说一些 他们可能是说 用不正统的方式来供奉 用血 有这回事吗 其实那些都是民间的那些一些说法 不过古曼童绝对不是那种鹰童啊 或者是鬼仔啊 这些之类的 应该如何去供奉啊 水果啊 糖啊 清瘦可满东很喜欢水果啊 奶嘴这些的供奉吧 对 因为其实基本上他们就是小孩子嘛 然后他们就是喜欢一些水啊 牛奶啊 小甜点啊 或者饭啊之类的 绝对不需要用到血啊 或那些极端的东西来供奉 你售卖佛牌这么久的历史 有没有碰过一些顾客 他用这样的方式去供奉他们 也有 就是那种很极端的那些顾客 不过他们是已经是可能是说已经开始走火入魔了或者是一些精神比较不正常的人就是在电视上啊看了一些看了电视之后啊 然后可能就是有几个朋友啊跟他们说要用血啊可能拜了就比较有效果 你讲了一句走火入魔 我听了如果是用血来供奉真的是属于走火入魔吧 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吗 其实那些人他们还没供奉滚慢之前 他们的精神上可能就已经有问题了 供奉滚慢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种精神支柱 然后他们就可能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法然后来供奉滚慢 不过那些全都是错的 而且在他们还没供奉滚慢之前可能精神上就已经出了问题了 所以正统的供奉方式是应该如何做到 供奉滚上面是要以什么最最好的来供奉他们 其实供奉滚慢的那个方法很简单 你只要把他请回家里了之后 让你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孩子 然后就是比较用心啊 然后给他一些贡品啊 或者比较有爱心的那些供奉者 也就是那些滚慢的新父母 他们可能在供奉的时候 会跟他们的滚慢说一些话 就是说很像买了糖果啊 食物啊之类啊给你们了 然后希望在日常生活上 或者是在感情上或工作上 想要看到什么方面的那个进步 然后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偶尔说几句话啊沟通沟通一下 就是好像看待自己家里的孩子一样来谈爱 把自己的爱心献给他们 对 而绝对不是利用他们 然后把他们当成是工具之类的 OK 利用他们当作工具 这个应该是很可怕 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但那绝对是错的 好 你这边所看到的供奉滚 都是从泰国起来的 对 都是从那个 哇三眼那边起来的 哇 很重耶 嗯 它都有分不同的那个材料 好像珠宝围住它啊 很庄严喔 嗯 对啊 因为这些 其实古曼他们也喜欢 就是人要衣装佛要精装 所以奶嘴啊 零食啊 糕点 同样可以供奉它 是属于正统的 对 都是正统的 好 这一期我们学到了 如何供奉库满头 感谢阿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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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曼彤的由来 在民间流传了这样一个说法 它的由来是昆平将军的故事 昆平也就是大家口中的 人缘佛 桃花佛 昆平将军是个征战杀场的大将军 长相帅气 因为某天将军受命得去攻打其中一个妻子的故乡 所以这位妻子想杀害他 昆平将军试破后便将他处死 却不知道妻子已经怀胎数月 悔恨之余 只得用以前学习到的受法 将阴胎制成古曼佩戴在身边 这也就是泰国第一个古曼童 小城佛教的教义中 人出生后需自己累积应得 进入轮回后 再来世才能够有好一点的福分 但是有些人是没有机会累积应得的 像是小产 夭折的孩子 他们只能在人间徘徊 所以供养古曼的爸爸妈妈 借着古曼童的力量平步青云时 也别忘记多多做善事 让自己供养的古曼童 也能分得一些福报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